那这一题的话 它题目是下列物体尺寸大小 依序由小到大排列 给你四个物体的尺寸 然后现在请你这样从小排到大 你如果眼睛瞄一下 这四个大小好像单位都不一样 那我们现在如果要比较大小的话 最好就把它单位换成怎么样 同个单位 所以如果你今天眼睛瞄一下 奈米 毫米 米跟微米 那要是你的话 你会把它换成什么单位比较方便 换成这个好不好 我们用公尺 用米 好不好 反正这个耐也好 豪也好也好 它都是一个什么 都是一个倍数嘛 那我就这样 我把这个一米写成一公尺 这个先放着 然后把其他这些 大家通通换成多少多少公尺 多少多少m这样 那先看第一个 五万奈米 那这个耐 耐米是10的负乞次方 你练练看这个耐 一个很好记的方法 耐 9很像英文的哪个数字 9嘛 对不对 就这样是不是很好记 10的负几次方 负9次方 可以吗 你说这个方法这么烂哦 可是烂归烂你也记起来啦 对不对 好记起来啊 10的负9次方 可以吗 好那再次上哦 如果要学这个字的话 它是 manual这个字头 加上我们的公尺 meter 就是我们讲的米 所以 manual meter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10的什么 负9次方 它的倍数是这样 所以耐米的英文缩写 缩写成什么 就是 nm 这样可以哦 再记一下哦 耐米是比较常用 现在比较常用 好 所以nm 所以就是我们讲 10的负9次方公尺 那马上再换 5万 乘上10的负9次方公尺 对不对 像我把通话换成公尺嘛 换成米嘛 好 所以这样等于多少 好 科学记号整理一下 这边有4个0 负9 所以10的4次方 再负9次方 是多少 负5次方 好 所以5乘以10的 负5次方公尺 好 这样就换好了 可以吗 第1个先放着 好 接下来 第2个 0.04毫米 来 换成多少m 好 想一下哦 毫 毫米 毫是10的负几次方 毫是10的负几次方 4毫不得马虎啊 这个毫很小 对不对 所以是10的负3次方 可以吗 所以它是这样 它的英文就是mini 这样它是把mini 前面改一个这个mini 所以mini的话 用说缩写 就变成我们的什么 m 有印象哦 这两个m 意义不同哦 前面这个m是mini 是10的负3次方 后面这个m它是名词 它是公尺的意思 OK吗 只是10的负3次方公尺 好 出来毫米 马上换一下 到底等于多少公尺呢 0.04乘以10的负3次方 换过来 对不对 好了 眼睛描一下 这是4乘以10的负2次方 负2次方带负3次方 所以负几 负5次方 所以4乘以10的负5次方 这是第二个答案 OK吗 好 第三个不用啊 快第四个来 30为米 又开始了 好 为 猜猜看 为比这个豪更怎样 为观世界 对不对 为也是很小啊 那为的话 就是比这个豪 再往下 所以10的负6次方 这有印象吗 那为的话 就把这个地方字头 改成叫做micro micro就是多少 百万分之一 那我们写成这个 英文的缩写 就写成这个字 这个μ 我们以μm来表示 你知道OK吗 micrometer 所以10的负6次方公尺 这叫微米 好 那把它改一下 就变成30乘以10的负6次方公尺 对不对 然后这个你看 一个0给他 不给他 就变成3乘以10的负5次方公尺 对不对 讲到这个 你看 因为我们刚刚说 为这个micro 这个μm的μ是10的负6次方 这个豪是10的负3次方 对不对 那你知道 这个10的负3跟10的负6 如果两个乘起来 凑起来 就刚刚等于10的负几次方 负9次方啊 对不对 所以在之前 还没有到奈米的这个境界的时候 之前这个奈米 他只有另外一个名称 因为之前是10的负3跟10的负6 比较常用 那所以你知道 如果这两个平凑起来 刚刚等于10的负9次方 所以在比较早之前 奈米又叫什么名 你知道吗 他是用拼凑的 他叫做豪为名 这个名字现在已经不用了 但是我讲给你听 你觉得他有这样的概念 对不对 10的负3再10的负6 他不就10的负9 帮助你记忆 这样可以 随心起来 豪是负3 10的负3 μ 这个为是10的负6 那现在你把整个叫豪为名 就把它称为叫奈米 好 那这三 这个四个都换好之后 来 那我们这样怎么样 记得从小排到大 对不对 那这个 眼睛这样一看之后 有个第一名 那不用比啊 最大是谁 这个嘛 对不对 那我们就先比这三个 来那谁最小 大家都是10的负5次方 对不对 所以你看最小就是哪一个 这个嘛 OK 所以答案就这样 4最小 这第四个最小 再来是他 第二个选项 再来是这个 对不对 第一个选项 冠军是谁 第三个 这样可以吗 选坏成相同单位之后 我比出来答案就是 4小1 2小1 1小1 3